车上的屏幕播放新闻报道 中亚的烂民本期有一千名人员接受了联盟政府的补助 已经正式领到联盟的身份证了 全球已经分裂成了几个大联盟政府 仍有少数国家还没有加入任何联盟政府 大多是未开发落后的国家及极端主义国家 越是落后越爱打仗抢资源 越打仗就越贫穷 越比较就越贪婪 联盟政府不会花钱花人去帮助他们的 也不与他们为伍 只有利益上的合作互利 TMD这套系统也有销售到全世界的 同时东方联盟政府也有提供一套救助系统 让有能力的人民可以脱离自己的国家 加入联盟政府的渠道 所谓的救助系统成立的目的 不外乎是要增加联盟政府内有价值的人民 为联盟政府增加更多的价值 网络各地优秀的人才 只要透过系统软体 将个人资料填入 就可以筛选出品性优良 有专业能力的人员 在经过各项资料审核及面试之后 人力资源部门会同意 让他们成为联盟政府居民 并提供前往地区的机票及身份证 每年都有上万人获准加入联盟政府 并给予部分的资助 让他们可在所选的地区 就近生活及工作 人口一直是联盟政府 一直致力要求提升的 因为救助艺人功德一件 在天堂般的东方联盟政府里 虽然各行各业是稳定的 也需要一些外来的思维继续提升 工作人口保持增加 即是国力提升的最佳途径 联盟之间仍然是尔虞我诈 经常有害群之马渗透进来 东方联盟政府里人力资源 系统十分完备 做坏事是无所遁形的 大多数来到联盟的人民 都会被这里的制度及文化 陶冶修缮的 这个时代里 健保局早已停止了 退休金年金机制也已停办了 由于生化科技进步 人类平均寿命已经高于90岁了 因为人们彼此关怀 疾病及伤害大大的减少 交通事故也大幅减少了 工厂的劳工伤害也逐年下降 政府办的保险制度 一一停办了 因为人们活太久了 退休后又活了30年以上 加上出生率年年下降 工作人口早就养不起 老人年金的开销了 而老年人也都有自己的存款 也有亲友的照顾 社会保险已经不是必须的选项 保险原本的用意 也是为了让有急需的人 有一笔共同的资金来应用 如果收入的金额 大于支出的金额 那么这笔资金可以持续下去 一旦收入的 金额低于支出的金额 就难以为计了 加上上个世纪的社会保险 都是由政府补助收支的差额 这个差额越来越大的原因 不外乎人们有事无孔所造成的 就是出了事情 自然有一笔款 像可以保障的苟安心理 而不愿意让自身处于安全的范畴 换而言之 危险驾驶 工业执灾 大吃大喝 离群所居的人 都是不为公众而考虑的人 只是自私的想法 都不是正常的行径 应该要减少的 甚至消除的 而现今有各种软体 可以计算及预测不安全的情境 而提早预防 例如 汽车里的烟雾感测到驾驶人 有酒精成分时 汽车是无法启动的 政府在几年前停办受保之前 仍提供补助 保障了已金缴纳保费的人 也让他们维持到退休及中老 而停办之后的人们 就没有这些项目了 待这些之前有缴费的人们 全部中老之后 社会保险就完全消失了 既之而起的弹性保险 人们可以选择交几年保费 保障多少年 保额要多少 保险项目有哪些 透过网络保费系统 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换算 可以用多少钱 买到多少保障 主要是保障可以顺利守住 足够的钱退休养老 不会造成亲友的负担 所以保单减少了 保险公司也都渐渐被合并了 人民可以透过联盟系统 选择保险公司 保险内容还可以每年随时修正 依照个人的需求 电脑系统都会帮你试算 一张保单就包括了个人需求的所有保障 对于保险员而言 只剩电话推销员及网络推销员 在由于放贷及投资的项目逐渐消失 唯一的获利方式就是理赔案件变少 让保险公司的收入可以大于支出 因此没有获利的保险公司早早就任赔出厂 任平被兼并了 那刀子心也别消灭红 全写别人将心修复 人无独几几几几 无独自行自 迟到有所重 装有所有 勇有所长 欢欢欢欢不独 北极正皆有所长 那勇奔与幽会 我无心心意连不明朝日记 宁不期不出身边不明危机 请奉一而无情 当千万一而无重 拜华无命 是为大佬 听到这里的观众 请记得按赞加订阅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